今天是我们原定食谱拍摄的时间 也刚好碰上山上的这个下雨 也是入秋后的地道 风红的这个山南景色 非常的漂亮 而在这个季节里面 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是一道以地瓜为主的 这个甜派食谱 它就是蜂蜜柠檬地瓜起司派 这份以地瓜为主的 这个起司派甜点 结合了柠檬、蜂蜜 以及蒸煮过的地瓜 以及混合了这个少量的cream cheese 让整个内馅的风味相当的出色 跟着我的say by sip 你也可以轻松完成它 希望你会喜欢 这份食谱的完整配方 大家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 或是briancuisine.com 我官网影片找到 所以我们首先就先从需要 冰凉的这个派皮准备开始 我今天准备的是这个 酥油派皮或塔皮 那他跟我们过去介绍过的 美式经典胡桃派 或是这个苹果派 用的这个 几序无糖的这个派皮塔皮 是一模一样的配方 我会在下方提供这个连结 那我们先把这个派皮 擀开成这个2mm的厚度 有关这份塔皮的如何 就是正确的擀开 其实在我的其他影片里面有介绍过 那我会附上连结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我们需要把这个塔皮 擀开到可以切出一个 大概11寸的这个圆形 它的厚度就大概是2mm到3mm之间 那我们先把这个圆形切出来 然后之后呢 我们要准备一个这个美式的 一体成型的这个派盘 这个是一个9寸的派盘 是一体成型的 那我们的入模方式有好几种 如果你准备想用的时候直接在派盘面切出来 你没有要移出来的话 那以下的这个准备动作可以省略 如果你是想要把它搬出来的话 几个重要的就是你要准备 两个这一种用这个防山烤纸折成这个长条 交错在这个底部 然后旁边就是留下这个长度 然后呢准备一个这个后纸板 剪出一个这个同样的圆底面积 叠在这个交错的纸上面 然后上面再叠上一层 这个仿粘的同样圆底面积的这个烤纸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派皮移进来 那移进来有一个重要技巧 就是你可以把它滚卷在这个 我们的擀面棍上会比较容易搬移 然后尽可能就放到这个中心点 然后让中间的这个底部位置先就定位 然后位置调整差不多之后把它压平 这时候你可以利用一个这个多出来的这个面团 来帮助填牙因为这样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不会有你的手温 然后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造型 就是旁边的这个花样 你可以利用这个两个手指的帮助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这个波浪状的凹痕 或者你要保持这样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做这个波浪状的凹痕 就两个手指然后往前推进来 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凹痕 那我们就依序完成这样一圈 好我们这个花纹完成之后 为了避免这个旁边这个袋子会影响到它 那我找到一个技巧 就是用这个肠尾夹把它夹在这个派皮上面 然后稍微再整形 好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底部扎上这个孔洞 好扎完孔洞之后 我们需要放进冰箱冰凉至少30分钟 让它面筋松弛以后 我们再继续后面的操作 这份派皮已经经过了超过一个小时的冰凉了 那它现在是非常硬挺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来进行盲烤 所以先把旁边这个夹子把它移开 用一张这个柔皱的烘焙纸放在中央 那因为旁边有这个皱褶 所以你在填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去碰到它 然后把烘焙豆或烘焙石填压进来 这份派皮在烘烤上 你填压的烘焙石或烘焙豆可以稍微多一点 它这样比较不会内缩跟变形 然后这张纸要稍微大张一点 要能够完全覆盖 可是不要去压到它 好 这份派皮跟一般我们过去在做盲烤时间不同 是它的时间稍微需要长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提前预热烤箱到摄氏180度 华氏350度 那放进烤箱的中下层 烘焙的时间大概需要到20分钟 经过20分钟的烘烤出炉之后 要立即的把上面的这些烘焙石把它移除掉 那旁边有皱褶 所以你要移的时候小心一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把它放到旁边 它目前的这个塔皮还是半熟的状况 那我们在填入这个内馅之后 会进行第二阶段的烘烤 这个步骤我们要准备的是地瓜内馅的部分 有关地瓜的选择有很多种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是红色果肉的地瓜 你可以选择其他颜色的都没有问题 那准备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个地瓜去皮切成这个大钉块状之后 利用这个水浴法来蒸熟它 大概会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 那蒸熟到你这个筷子可以轻易穿透的状态为止 那我们今天这个重量应该是比较多的 可是我只需要大概320克 所以我就先把它倒成这个泥状以后 秤出320克 接下来的混拌步骤我们会使用这个立式搅拌机 然后全程用这个蒋型的搅拌棒来完成 有关这个cream cheese 的部分呢 我今天使用这个cream cheese 你要预先拿出来放在室温软化 就是要到你压下去它就非常软的这个状态 它才能够拌匀 那我们先把这个cream cheese 放进搅拌簿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二砂糖 你可以利用一般的这个三温糖也可以 然后盐 接下来我需要一颗半的这个柳橙的柳橙皮 或者是个柠檬皮也可以 好 所以这里是一颗半的这个柠檬皮 那如果你买不到这个黄色柠檬的话 你用这个绿色柠檬皮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进搅拌机 利用蒋型搅拌棒 我们大概需要混拌至少4分钟到6分钟的时间 让你所有这个材料都混合均匀 看不到这个小细块为止 那我们就保持中低速 好 我们混拌到大致均匀之后 接下来要加进的就是我们前面准备好的320克的地瓜泥 那地瓜泥就一次兜下去 先大致混拌 然后另外一个液体材料在这个步骤要加进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柠檬汁跟加热过的这个蜂蜜 所以你蜂蜜一定要先把它加热过 让它比较容易跟柠檬汁混合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柠檬汁跟蜂蜜做混合 然后倒进搅拌锅里面 一样再回到这个搅拌的状态 保持4段速混拌大概3-4分钟的时间 好 我们这个步骤大概混拌了4分钟的时间 那原来的这个地瓜里面本来就有它的纤维 所以它没有办法倒非常细致是正常的 接下来要准备就是我们鲜奶油跟鸡蛋的部分 所以我们准备这个冰凉的鲜奶油 然后接下来是3颗的这个室温鸡蛋 把它缓拌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在保持搅拌状况 把这些准备好的这个液体呢 逐步的加进来 这个时间带会需要4分钟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它尽可能均匀 这样你烘烤出来的这个直立才会是正确的 好 混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装饰用的这个巧克力 装饰的巧克力部分我今天准备的是66%的这个苦甜黑巧克力 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选用60%到70%可可纸之间 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保险范围 就是你在加热不容易变质 那我利用微波多次加热 让它到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柔顺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准备好的这个蜂蜜把它拌进来 把这两个材料混拌均匀 然后我们的蜂蜜用常温的蜂蜜就可以了 混拌均匀之后呢把它装进这个挤花袋 待会可以操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好 最后这个内馅的准备就是把我们前面已经完成好 混拌的这个内馅呢 先倒进我们的塔里面 大概到9分满就好了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放上这个巧克力的装饰 所以不要让它太满 然后倒进去之前呢 先把它再次混拌均匀 好 大概到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装上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我们来做这个装饰 那你可以使用很多种方式 那我今天准备示范的是我之前的 有采用过的就是螺旋状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从中心点开始做螺旋状 然后接下来就是利用这个竹签以内以外的 把这个做类似像千鸟纹的这种画法 那从中心点开始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送进烤箱 所以我们的烤箱需要提前预热到摄氏180度 滑至350度 烘焙所需要的全程时间带会费时45分钟左右 那放进烤箱的中下层 我们今天这个地瓜塔烘烤的时间 大概花了48分钟 那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表层的这个凝固程度已经都完成了 然后还带有一点点是这个湿润度 那这个时候可以出炉 我们出炉之后需要让它完全的冷却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 最好是冰6个小时 或者是隔天再来进行这个托膜会比较完美 希望你会喜欢我经文示范这份 蜂蜜柠檬地瓜几次拍的做法 我们的内馅使用了西式甜点里面 比较少用的这个地瓜 搭配了蜂蜜柠檬以及少量的creen cheese 让这份地瓜甜派的风味更为鲜明 同时也非常的出色 如果你喜欢我经文做示范 最后别忘订我的频道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